请各位大德和长,让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极开经济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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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孙为妙把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下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今天继续来研究这个妙法梁华经安乐行品 请翻开经本五百四十一页 我们把经文先念一遍 这是五百四十一的达属第五行 文书势力 是法华经 于无量国中 乃至名字不可得闻 何况得见受此读诵 文书势力 譬如强力转转转圣王 欲以威势降伏诸国 而诸小王不顺其命 使转转王起种种兵而往讨伐 王健兵众 占有功者 极大欢喜 随功赏识 或欲田宅聚落成意 或欲衣服延伸之巨 或欲种种珍宝 金银流礼 车取马脑 珊瑚琥珀 向马车胜 奴婢人民 唯忌宗明珠 不以欲知 所以者何 独王顶上 有此一珠 若以欲知 王珠眷属 必大精怪 文书势力 如来亦富如是 以禅定智慧力 得法国土 妄于三界 而珠 魔王 不肯顺服 如来贤胜珠将 欲知共战 其有功者 心意欢喜 于世众中 未说珠金 令其心悦 誓以禅定泄托 无漏根利 诸法之才 又护誓以涅槃之城 言得灭度 引导其心 令皆欢喜 而不畏说 是法华金 文书势力 如转伦王 建筑兵众 有大功者 心胜欢喜 以此男性之珠 久在记中 不忘与人 而今欲知 如来亦富如是 于三界中 为大法王 以法教化一切众生 见贤圣君 与五阴谋 烦恼谋 使谋共战 有大功勋 灭三毒 破谋瓦 而是如来亦大欢喜 此法华金 能令众生 至一切智 一切世间 多怨男性 先所未说 而今说之 文书势力 此法华金 使诸如来第一之说 于诸说中最为甚深 末后四语如比强力之王 九户明诸 今乃欲知 文书势力 此法华金 诸佛如来秘密之障 于诸今中最在其上 长夜守护 不忘宣说 使于今日 乃欲如等 而敷衍之 长行到这里 那么刚刚念的这一整段呢 你再回到 这个 541 保暑第五行 我们开始念了这里 这个你看他的科判 541的最后六行 对 最后六行 人二 人二 开始探经 那么也就是说 538页 你往前翻 538页 那人出的话呢 是民刑法 538的倒数第四行 所以先告诉你 如何修这个 寺院安乐行 先告诉你 如何修寺院安乐行的刑法 然后之后呢 再来赞叹这一本 《妙法良化经》 所以 541这边呢 他的第二段 人二 才会说是探经 那探经呢 他再分成两段 再回到541 第一段呢 是旧法略探 也就是 541的这一行经文 就是 文书实力 四法而今 于无量国中 哪知名字不可得文 何况得见 受识读诵 这是略探 文字少 叫略探 那第二段呢 约辟广探 就是用那个辟语 这个转轮圣王 不容易给 给这些将军呢 这个祭上明珠 要有很大的战功的 才会给他 用这样来批语呢 这个 授予法华经 好比是呢 仁王的 祭上明珠 不是随便给的 用这样子来批语 法华经的 稀有尊贵 好 那么 在五四一的这边 的党属第四行 祝杰 他说 诸佛出世 玄远难止 不是那么容易 出现在世间 要经过很久 才会有一尊佛 出现在世间 正使佛出 久莫失药 就算佛出现在世间 也不尽然 马上就会说 这部法华经 事故 无名上不可得 何况得见也 听都没听过 更不要说看过 那不要说是 没看过 没见过 没听过 都没见过 没听过 怎么可能会去受词呢 更何况去读诵呢 所以呢 意思就是告诉你 你现在可以看到 听到 能够受词读诵 那个是不可思议的因缘 应该要尊重 要保重 把他当成是珍宝 这样子来尊重 来珍惜他 然后依教修行 所以这个念头 这种心态 对一个法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你对这个法 是不是能够相应 能不能够呢 从这边得到利益 就像应光大师讲的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 所以你要是觉得 哎呀 这个人常听 对不对 整部法阿经 这教你说 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 讲半天 讲一大本 就讲这个观念而已 有什么稀奇呢 应该要讲一点 比较高深的理论 比较不可思议的修行方法 这么简单的一个观念 一切众生 释迦牟尼佛说的法门 就全部都是教我们 成佛的法门 说一大堆 就讲这件事情而已 他都没有讲到 如何真正的 依照法阿经来修行 就叫人家 读诵授辞 就这样而已 所以当你内心 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 会尊重他 珍惜他 当我们内心对这个法门 不会那么的尊重 那其实我们就造下了什么 下辈子要跟他相遇 就越来越难 然后下辈子越来越难 那再下下辈子 再下下下辈子 那就完全都没有姻缘了 所以这个要小心 你说我还有很多要学的 这些法阿经 看一遍我就懂了 那如果是这样 那智者大行也未免太逊了 他实在是有够无聊的 怎么把这么简单的经 说得这么多呢 那么我们上礼拜的讲义 就是那是第几页呢 应该是第三页吧 还是第二页 第二页 第三页 名字不可得呢 那是第二页 第三页 第二页嘛 对嘛 我这边是没有用整页模式 所以那个字才可以这么大 但是我印象中 这个应该在第二页的 比较下半部 也就是说呢 经文写到呢 说这部法阿经呢 在无量国中 这个国中就是那个佛土啊 佛国 在无量无边的佛国当中呢 不竟然每一个众生 都能够听到 那一个世界 那个佛土的佛 在讲妙法莲花经 你说不是每一尊佛 都会讲这部经呢 对 没错 但是不竟然 他正在讲的时候 你有因缘听到 你或许是在 佛刚出世的时候 你在这个人世间 佛那个时候出世 但是呢 佛还没讲到这部经 你往生了 你轮回去了 所以呢 你就没机会听到 所以并不是说 有的佛不讲这部经 而是看你个人的因缘 所以他才会说呢 乃至名字不可得闻 连经名都没听过 那更不要说是 见闻受词读诵 你说这种话 在很多法门里面 很多部经典里面 也都这样说呢 就如同我现在举例的大悲咒 大悲咒佛在这一个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广大圆满 无碍大悲心 陀陀尼经里面 也有类似的文字 那么对象的是佛 对着阿难讲 他对着阿难讲说 三难指是陀陀尼 指的是大悲咒 微神之力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叹莫能尽 也就是大悲咒的 微神力 连佛都赞叹不完 那他就说 若不过去久远以来 广众善根 乃之名字不可得闻 何况得见 你看类似的文字 在大悲咒也这样说 如等大众 天人龙神 吻我赞叹 皆因水喜 你听到我这样赞叹 法华经 听我赞叹这样子 大悲咒 你都应该要随喜 你说听很多 在你内心里面就觉得 你什么了不起 听很多 每一步经都这样说 那你要怪释迦牟尼佛 做狗威 唠叹吗 不是 每一步经 每一步咒 真的都有这样子的功德 只要你相信 只要你契机 他就有这样子的 不可思议的功德 威神力 但看了自己跟这个法门 契机不契机 你说那怎么样能够跟 每一步经 每一个法门都契机 免得我以后呢 碰到那一步经 我又觉得没什么 甚至呢 轻视他 那我又不是又种下了这一个 跟这个法门 跟这步经 做越来越没有缘的 的业了吗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了解 我们如果觉得不怎么契机 只能够说我术士 没学过 所以跟他没有缘 太可惜了 我希望我将来 如果有因缘 有能力 我也应该多学一点 但是目前能力有限 光是一个法华金 光是一个这个 成为士论素金 就搞得我头带 以前好不容易把这个 无量寿金 进土五金一论学完 然后呢 又偷偷学了 普利道自立广论 然后呢 又自己学了嫩言经 嫩言经是有跟老 老儿上交代过 是我也一定要学的 所以不是偷偷学的 普利道广论是偷偷学的 然后呢 为了要学这个 要学大声起信论 终于学完了 结果同学 这些同学老师 逼我一定要去学 成为士论 而且还选择了 那个最难的 成为士论素季 叫我一定要 不能够漏掉这个 那是耐着性子 慢慢学 总之呢 现在不学 到极乐世界 也要跟着弥勒菩萨 跟着五卓 玄壮大师去学 不如现在先打个底 所以 刚开始都很难 跟素诗比较没有缘的 学起来都觉得很难 跟素诗有缘的 契机的 学起来都很快 感觉好像轻松如意 就像我刚开始学天台 我都不觉得它很难 所以我后来才知道 不是我有宿命通 应该我素诗学过天台 可能也不是学过一次 但是学了怎么样 你们就可以知道 还是凡夫一个 还是继续六道轮回 但是呢 起码有这个基础战 所以就是奉劝大家 碰到自己不熟的 经啊 座啊 法门啊 不要 毁谤他 这是必然的 我们不敢毁谤 也不要轻视他 也不要放弃他 你说你的讲法 跟净空老和尚不一样 净空老和尚叫我们 要一门深入 老人家就是因为看到 很多年轻学佛者 刚开始学佛 这边学学 那边学学 学一堆 学到最后呢 没有一门专精的 所以他才提出 这样的学习方向 学习原则 要一门深入 才能够有成就 但是呢 墨学提供的这个呢 是说 你要一门深入 没有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对 你不熟的其他门 你不能够有 排斥的心理 轻视的心理 或者是呢 根本就否定 那个法门 不能够有 这样的心态 你只能够告诉自己 过去 上根不够 这个 这个这个 学习的不够多 所以呢 这些都不够成熟 所以没有办法 在这里面有所成就 现在呢 一定要先让自己 有所成就 要一门深入 所以 不是否定那一些法门 宗派 好 那么若有 这边经文呢 就接着讲 佛陀 佛陀对着阿难讲 若有 棒此作者 你毁棒这个 大悲作者 那就是棒 九十九亿 横河沙诸佛 等于 这个都是 九十九亿 横河沙诸佛 所背书的 所承认的 若以此 托洛尼 生意不幸者 当知其人 勇施大力 百千万劫 常伦恶趣 无有出奇 常不见佛 不闻法 不赌生 所以类似的经文 在大悲作也出现 那么 法派经演绎回来 就是讲法派经这个 讲说 无量国宗等等 为此之妙法派经 四十年前 未为开选之时 所以就是 刚刚墨学讲的 这个意思 不是那个国土中的佛 不讲这部经 而是呢 还没讲 那你就已经不见了 你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 佛开讲了 你不在了 所以他才说呢 在四十年前 佛还没讲法派经 说不过世界 也不能够见文受词 所以以此类推 无量国土中 也有是这样子的行刑 乃至名字不得文 何况得见 而得受词 得读诵 所以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 已经开权显实了 把法派经讲出来了 方能知此事权 知此事实 原来有所谓的 全角方便的教学 跟真实的教学 通过释迦牟尼佛 在法派经特别的交代 你才认识说 原来佛陀的教学 哪边是方便 哪边才是究竟真实的 可是这两个 方便了就完全没有用吗 不要忘记 开拳是为了显实 是因为你程度不够 佛没有办法 一下子为我们开 要显实 没办法为我们显真实教 所以只好先用方便 善巧的教法 如果你程度够 佛陀直接就跟你讲 真实教法 所以他这边写 你了解什么是权 什么是实 权实不二之子 你才完全了解 所以有了文字 了解了 听到了 然后就能够受词读诵 等等的 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继续回到课本 倒数第二行这边的课本 这是第二段 开始用批语来广探 分成两大段 第一段先说 程度不够 还不能够给你开显真实 所以用一个 这个 那个 转轮圣王记上了明珠 不会随便乱给 那第二段 你程度够了 你有战功了 才把这个记上的明珠给你 这样子 所以先讲了 不给珠 不与珠 先用辟语 然后再套到这个法上面来 所以这个子二 子二的语诸辟呢 你们抄起来就好 就是在544页 然后呢 这边开始 当然就开始先立下辟语 丑出从这里 那丑二在哪里呢 543页 也就是说呢 先用辟语 然后再套到那个法 法上面去做配合 所以辟语呢 就是542页 就是说 譬如 强力转轮圣王 欲威士降乎诸国 那注解里面呢 说 这个强力转轮圣王 指的就是 如来 化世 硬化在世间 所以这个是 硬生佛 化身佛 硬化在世间 而这个世间呢 他后面讲的是 因入戒诸境 因五因 入十二入 戒十八戒 用的是 五因十二入 十八戒 那可是如果 跟刚刚对比来说 那个如来是硬化身 所以这个世界诸国呢 那就是什么 凡生同居图 可是如果这个如来 不是只有硬化身 是报身 那他就可以是 方便有一图 可以是十八庄圆图 不过这个地方呢 他后面接着是 有小王 不顺其命 那你配合后面的 五四四的第一行 这边讲的呢 这边讲的是 这边讲的是 额诸魔王 不肯顺乎 所以呢 魔王一定是在 凡生同居图的 三界里面 所以前后对照 就是五百四十二页这边 讲的小王 不顺其命 就是五四四页的这些 魔王不肯顺服 这时候相对的五四二页那边的 这个 转轮圣王的这个诸国呢 当然就应该 比较是 凡圣同居图的 应生佛 是用前后文这样做对照 否则的话 你单独 单独看五四二这边 他可以是三种图 从凡圣同居图 一直到 到十八庄圆图 都说得通 但如果前后对照 那就必须是 这个凡圣同居图的 印化生佛 好 所以这个小王 他就批育成什么呢 爱见等诸烦恼魔 扣道 所以并不是真的国王 而是 生灵中王 在丽灵里面当王的 所以他说是扣道 灵中王 土匪王 那就批育是 见爱等诸烦恼魔 然后呢 不顺其命就是呢 还会起来作乱 你还没有那种 无漏字去调伏他 未得无漏调伏 叫做不顺其命 你的定跟会 还没有办法完全降伏他 所以那个贱爱烦恼 就是见诸祸 他还会起来作乱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当然就是开始要 起种种兵而往讨伐 用你的借定会 去对治他 所以你看他下面的解释 他说戒像肩胛 定如银雷 会如利器 所有的这个武器 就是戒定会 只是用他 用他来做批育成三个 然后种种兵 他这边讲的是 七贤忠 方法是前军 虚头环 虚头汉 出国 二国 忠的方法是赐军 阿那汉三国 阿罗汉四国 忠的方法为后军 前军 赐军 后军 所以他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小胜 去讲这些种种兵 那你对照后面 五百四十四页 他这边用的是 如来贤胜诸将 与之共战 所以前面是兵 现在是贤胜诸将 那因此呢 这个种种兵 有提到那些武器 戒定会 这样的武器 可是这边讲的是 贤胜诸将 他注解里面呢 他就没有再讲戒定会了 而指的就是前面讲的 前军 次军 后军 所以他说呢 就包括了 就包括了七贤前军 四国后军 所以四国就是刚刚的阿罗汉 然后跟戒内的戒爱烦恼作战 与之共战 这个枝就是前面的那个小王 魔王 那些箭尸祸 所以他在注解的时候都有前后做对照 那么 这时候我们看上礼拜的讲义 上礼拜的讲义 你可以看前面的三百四十七页 那既然不需要往前翻 我就把它全部先 摘入在这里了 就是那个第五品药草玉品 那个祭送里面有 破有法王出现世间 随众生欲种种说法 如来尊重智慧生缘 久莫失药不误述说 破有法王就是指佛陀 破三有的 出现在世间 所以可以他随众生的好要 有不同的全巧方便的说法 可是如果要讲到如来的智慧 那不是一下子就马上能够让你听得懂的 所以不是马上说 所以没有马上说 等很久了才说 久莫失药 为什么不要马上说 因为他没有智慧 对象如果没有智慧 那你就会生疑悔 如果你是有智慧的听了 你马上能信解 OK的 那没有智慧呢 你就会生疑悔 责为勇失 这就是刚刚莫学一开始强调的 你生怀疑 生后悔 我为什么要去学这个呢 这么无聊 这么没有价值 那你就内心就种下了这个 以后就越来越跟这个法门 越来越没有缘了 所以这就是前面讲的这个 久莫失药不误述说 那法阿金大臣呢 在这边的解释呢 也是稍微提了一下 有智若闻 能信能解 无奈呢 这个无智已毁 毁着棒 还甚至会严重到你还会毁棒 那这时候照下的业就重了 惰苦而勇失 那强力转伦圣王 刚刚稍微提了一下 那是应生佛 不过呢 没有说一定是这样 所以这边呢 执掌书呢 只是说伦王是遇佛 那为什么用转伦圣王来批遇佛呢 因为呢 这个转伦圣王转经伦 来统育他的国土 与就是他的国土 宇宙 那佛转法轮应逝 异相逝也 那讲 用强力去形容他 因为转伦圣王 有坐定远途之力 好比呢 如来有禅定智慧之力 那以微逝 就微得逝力 如来有实力是无所谓 如来出城道诀 亦以神通力 智慧力 赞叹如来之见 力无所谓等 然后降伏三界魔君 普渡众生 所以就用这样的降伏诸国辟语 诸国他这边讲的简单 三界 不过既然是讲三界 那就跟刚刚墨学讲的 是凡圣同居图 就类似 那小王是指三界魔王 你说怎么未定是三界魔王 刚刚说了 配合后面的经文 那所谓的五音魔 反老魔死魔 那是后面也有提到了 那你看那个五百四十五页 五四五页中间那个经文 那个法盒上面 你看 以法降化一切众生 见弦圣君 与五音魔 反老魔 死魔共战 所以后面呢 有特别提到这个 反老魔 五音魔 死魔 共战 好 再回到参考讲义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 这些魔呢 因为我们会受它的影响 那现在佛呢 用威士降乎这些魔 能够帮助众生 摄持众生 不令被诚合绝 反望归 对不起 这话我说错了 这些魔为什么称为魔呢 因为他们会影响众生 让我们众生呢 做不到被诚合绝 反望归真 的功夫 叫做不令 所以 让众生不能够 被诚合绝 反望归真 他称之为魔 所以这样叫做 不顺其命 好 那起种种兵 刚刚说了 前后这样配合 前面用种种兵 后面用贤圣诸将 因此诸解里面 既然讲到是降临嘛 所以就是用事果 去解释 但是另外一个诸解呢 知音 法阿金知音 他就不是纯粹用小圣的 也用大圣的菩萨 贤圣来解释 就把他的重点 摘入在这边 你看王总总兵 为向马车部 四车 四种兵 四军 印度他们有四种军队 一个骑大象作战的 一个骑马 一个骑车 那个车不是我们现在的汽车 也是呢 这个我们古代那种马车之类的 你说那前面已经有马了 现在怎么又有车呢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 那个车呢 是牛车 不一定是西方的马车而已 印度也有用牛 驾车的 那步呢 倒是步兵 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的 有这四种军队 那佛贤圣诸将 例如小圣虚托环为贤 我说呢 这句话说错了 虚托环是圣者 所以课本用的是七贤位 比较对 出果虚托环就叫做圣者 但是呢 知音的意思只是说呢 出果呢 这个比较前面的是贤 阿罗汉才是圣 相对的大圣的话 大圣菩萨 诸形象 信柱形象 实信实柱 实行实回象 还没有登地 还没有出地前 都是贤 登地才叫做圣人 所以小圣大圣都可以讲 法和经之音呢 是这样去解释 贤圣诸将 但课本呢 他就没有 没有把大圣也一起放进来 而是呢 只是用小圣的 那因此贤是七贤位 你说七贤位是什么 就是七家型 七方便 就是这边写的 从五庭信官开始 五庭信官一个 别相念柱 总相念柱 这个念柱就是四念柱 修四念柱 也考试一下 四念柱背一下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那别相念柱 跟总相念柱呢 别相念就是呢 身受心法 一个对一个 不静观对身 苦对受 心对无常 法对无我 身受心法 一个对一个 那总相念柱的话呢 就是一个对四个 四个对一个 四个对四个 这个讲起来容易 修起来不会修 因为光是一个对一个 就不是那么容易修 然后接下来呢 暖丁忍四滴 就叫做四家型 所以前面三个 加上四家型 这样就叫做七家型 七方便 七贤位 那么这个都是出国 见到出国去托环 以前的 在出国以前的修行位置 基本上呢 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 真的你要开始去修行 一定都是从四念处开始 你说那五庭新官呢 五庭新官 还不要漏掉 因为五庭新官 对他们这些 祖师大德而言 这是基本功夫 几乎不必特别强调 都要有的 所以呢 你看四者大师 没有特别一本书 去写五庭新官 但是四念柱 就特别有一本书 所以你看那个 妙境长老以前 也开始强调 好好修四念柱 所以我们很多人 很多学长们 都跟着开始修四念柱 但我内心在想 天台中不是讲 要先有五庭新官 五庭新官的公布都没有 修什么四念柱 那没先公 我内心都这样 那为什么 因为我都把人家看扁 人家说不定都 有那个五庭新官的基础 但是呢 就我个人而言 五庭新官对我们凡夫 真的是一开始是非常重要的 所谓的五个 停心 那个心就是忘心 你要透过这五个方法 把那种虚妄的心 杂乱的心 歪歪曲曲的心 先停下来 你能够停得下来 你才可能修得上四念柱 心才能够安住在这个四念柱上头 才关得起来 才住得下来 再多说一点 所以才会说到最后发现 五庭新官也停不下来 只能好念佛 你看都可怜 我们凡物业障身重 所以课本这边写的 七贤是前军 出国二国是次军 然后呢 三国四国是后军 那是怎么分的呢 七贤为出国以前 没有断建货 先来 然后出国二国 次军 是已经断建货 但是没有断玉界的失货 连玉界的失货 他还没断 失货分 玉界 色界 无色界 三界 三界 九地 八十一品 也就是说呢 这个九地 就是九个阶段 玉界算一个 四界四个 无色界四个 你如果能够把整个 第一个阶段的 玉界的九地 九个 九品的失货断掉 三国 就三国了 剩下的色界 无色界的八地七十二品 那就是阿罗汉相 开始 开始在修这个 所以 所以这边 他把阿那罕三国 跟阿罗汉四国 叫做后军 就是这两位圣者 都已经断 玉界 失货 那如果这样分开 阿罗汉 不只是断 玉界 失货 色界 无色界的失货 全部断干净了 但是现在呢 就是分成三军 前军 次军 后军 所以就把断 玉界 失货的三国 跟阿罗汉 放在一起 是这样分而已 简单分一分而已 但是课本 注意看 它不是用位赐 而叫做方法 七弦中的方法 出国二国中的方法 三国四国中的方法 指的是方法 看 这个是方法 方法 有方法 才可能证果 所以才可能把对方 这些冰重 才可能把对方降乎 所以他接着就讲 所破的 就是三读等分 八万四千之道寇 能破的就是 八万四千法门的官兵 而这边讲的八万四千 讲的只是小胜的 八万四千法运 这样子 那三读大家都知道 贪嗔痴 等分是什么 都有 贪嗔痴都有 这样叫做等分 然后呢 这个是要破的 八万四千烦恼 那能破的是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我们常听 但是请问 八万四千烦恼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 怎么算来的吗 算术起码要知道啊 虽然不尽然真的知道 会破得了它 但是算术总要知道啊 所以看下上礼拜的讲义 两种说法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是三藏法术 引用华言孔目 第二个是 阿弥陀金书潮演义里面讲的 我只是用这两个做代表 并不是说只有这两本书 有讲到这个八万四千法门 我是说这两本书代表两种算法 第一种算法 成老根本不出 死死 死死不用叫我辈了吧 贪嗔痴慢疑 无顿死 无历死身边 借取 借取 借鉴 所以无顿死 无历死 用这死死 然后以一个为头 其他九个为柱 然后就是一里面就有十个 十个里面就有一百个 所以十成十就变一百 那你们可以看到那个第四页 那边就有一个表 只是呢先这样子念 还是干脆先用那个表看 就很清楚 你看 一开始就是贪嗔痴慢疑 身边借取 鉴 这个身边借 借取 这样的学法其实不太对 应该要有一个邪 应该是这个 这个取字 改成邪会比较好 因为身鉴 边借 借取鉴 鉴取鉴 还有邪鉴 所以死死各有十个 这样就变一百了 这样一百来的 然后呢 过去现在未来 都各有一百 那就变三百 然后呢 过去未来的两百 再各据死死 就变两千 现在的 现在的不算 现在不能够算 现在就现在啊 所以现在的一百 还在那里 但是呢 过去未来的两百 各有死死 所以就变成 一千加一千两千 然后再加上 现在的一百 两千一 两千一 两千一在配合这边讲的 贪嗔痴等分四种 再乘以四 所以两千一乘以四 八千四 八千四 再配合四大地水火风 跟六衰 加起来十个 十乘以八千四 八万四 那那个六衰是什么呢 你往上看 原来六衰呢 就是 色身香味处法六成 当我们六根接触六成 随着六成 开始起种种烦恼 会衰损我们的善法 所以它叫做六衰 所以身体的地水火风 配合外面的六成 这样子就是四大六衰 然后去乘以这个四大六衰 本来的八千四百 就变成了八万四千 原来第一个算法 八万四千是这样算的 那第二个算法 是阿弥陀金书超演义里面的 一样一开始也是 贪嗔吃慢鱼 身见边见 见取见 借句取见 跟斜见 十个 然后十个各自 十个乘一百 第一个大家都一样 第二个就不一样了 用十法界 十法界各据一百 就变一千 然后这一千里面 有身三口四 十善业 你说为什么不把 那个义三也加进来 那义三就已经在前面的 贪嗔吃慢鱼里面了 所以就没有加这个 而是把身的四个 杀到鱼 身的三个 还有口的四个 身三口四 叫做身口七支 所以刚刚一千 加上乘以七 就变七千 七千再配合过去 现在未来 三四就变成两千一 两万一 七千乘以三 两万一 两万一 再来配合刚刚说的 贪嗔吃等分 这边用的词就多一个多字 用一个多字就是说 贪比较重 贪嗔吃里面最重的是贪 再来以此类推 嗔比较重 吃比较重 那等分就是呢 没有哪一个比较重 三个平均 平均 所以这个乘以四 就变成八万四 所以八万四千烦恼 就是有这两种算法 所以你说那 这下来呢 八万四千法门又怎么算 我内心当时候在准备 算了 已经把八万四千法门 讲这么复杂了 再讲八万四千法门 大概已经头昏眼花了 所以就没再查资料了 那你自己查 还是可以有的 还是可以有这个八万四千法门 所以用八万四千法门 对峙八万四千烦恼 这就是课本说的 能破的跟所破的 好 这是上礼拜的讲义 那这礼拜的讲义一开始呢 这个 起码交代一下 课本有出现的文字 小胜八万四千法门 这句话 为什么讲小胜 原来是阿比达摩据舍论 在第一品里面 有这样的讲法 模拟所法运数有八十千 比体与或名此色行运色 所以读解里面呢 就说呢 论里面的寄送讲到八十千 就等于是八十乘以一千嘛 那就是八万嘛 但实际上他说呢 八万是举一个大数 句足讲完整一点 要八十四千 八万四千 所以所谓的小胜八万四千法门 出处就是据舍论 据舍论 那文具记呢 他说 实际上这边讲的 说能破的是八万四千法门 所破的是八万四千法门 他说这个只是从小胜的法门去讲 还没讲到大胜 所以因此 偶义大师在注解里面 才会把那个起种种兵 都是用小胜的贤胜去解释 方法也是用小胜的八万四千法运 这样下去解释 还没讲到大胜 完全是依照文具记的意思 只是他稍微改写了一下 那讲大胜的话 那当然才是真正的大 真正的 小胜里面的八万四千烦恼 并不是真的破了无名祸 你就最多就是破 见识祸 因为你是小胜 所以才会说这个祭宗明珠不能随便给 但还是你有战功 所以还是会给 所以回到这个经文 五百四十二页的经文 所以你看王健兵中占有功者就大欢喜 然后随战功就赏识 给予田宅 聚落成义 衣服 七宝 乃至这一些交通工具 像马车圣 乃至卢弊人民 给你受用 那这个是批语上面说的 那相对的呢 就是他就是在法上面呢 那个田宅是禅定卸托 然后呢 聚落呢 就是你已经有结果了 好像是你已经安居乐业了 所以呢 是有出国二国 然后呢 这个聚落是小一点的 义跟成 就好比类似呢 这个聚落是给你一个 一灵 一礼 一个礼而已 那义的话给你一区 以我们现在行政单位 那成的话呢 是给你整个台北市 所以类似像这样子 用来批语呢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这样子 所以叫做聚落成义 那个义比较小 所以摆在比较前面 这样子 然后呢 一虎 批语 能够修惭愧忍入的善法 那延伸之据 就是庄严你的身体的那些 这个装饰品 就是一切助到善法 那种种七宝 就是七颗无漏稻品 那相马车圣 就是讲的是二圣的禁制跟无神制 那奴婢 是神通 也就是说呢 奴婢呢 你下命令 他会帮你完成 所以辟语者神通 那人民的话呢 就是你所拥有的这一些老百姓 就好像你所拥有的这些有漏善法 所以纯粹只是辟语 好 那看一下注解 其实这不是难懂 注解里面呢 执掌书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 就是我们课本上看 大概懂 所以再看看别的注解 他说那个起种种兵 用的是华言显手的 转造时说三圣法 策利三圣重 还不是一圣呢 所以这个地方他讲的是三圣 那三圣之重各具自断之力 有智慧有断烦恼的这一些功力 所以对破魔君 叫做起兵讨伐 那这里面呢 对护这个魔众 知苦断疾修道木灭 知苦对着破阴魔 断疾对着破烦恼魔 修道木灭对着破死魔 你说为什么 把修道木灭就对着一个 不是有四魔吗 为什么这三个呢 就是你看一下五百四十五页 五百四十五页中间 这个三行的经文 你看也一样啊 见弦圣君与五音魔 烦恼魔死魔共战 没讲到天魔 所以配合这边的经文 他就没讲到天魔 所以这个就是呢 讲义里面 执掌书呢 他没有讲天魔的原因 是为了要配合后面 那对付这些魔众 再回来讲义 兵战有功 辟欲之 所以诸魔尽破 全圣可保 实圣可继 全圣实圣 全圣就是呢 这些四果阿罗汉的位赤 那实圣的话呢 就是呢 起码是登地菩萨以上 圆满成佛 你可以保证呢 可以有小圣的果位 那更不要说呢 将来就有希望 证得佛果实圣可继 继就是希望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说 佛为什么是大欢喜 暂时呢 起码教学有成果了 虽然还不是那么圆满 但是这些学生都有成果了 所以这个叫做大欢喜 因此就随功赏识 所以就批语呢 如来随其自断之力 你有多少智慧 断多少烦恼 你就有什么样的果位 所以这个就是 四与三圣果位 来批语 适于这种田宅聚落等等的 是适于你果位 那只是用了这个呢 他就用到 华言的这个专有名词 所以转造 他说转造时 那稍微提一下 如果你们看华言 华言里面 选手里面讲三十 不像这个智者大师的天台 是五十 他只有三十 因为经文就用三十而已 第一个日出先造时 这是对着华言跟气的 这种圆顿大根 转无三根本法轮 讲的经呢 就是用华言经 泛网经做代表 第二个呢 就是日生转造时 那就是天台的阿含 方等 不为了 那也就是从本起末法轮 最后日末环造时 太阳要下山了 再为上上根 因为那个日生转造时 已经有下根 中根 上根了 已经有上根了 因此日末环造时呢 就把大家提升到上上根 所以这时候转的法轮 是色末归本 所以你注意看 他的转的法轮三个不一样 第一个是无上根本法轮 第二个呢 是从本起末法轮 第三个呢 是色末归本法轮 也就是天台的法华时 涅槃时 所以基本的理念 跟天台的五时一样 只是把它归纳成三时 那为什么要 这样子另外的讲法 因为他们根据的是华言经 华言经的经文 有这样子的辟语 所以呢 显手中华言中 他们就改成这样的三时 好 所以只是让大家了解 然后接着呢 讲义里面说 田域域禅定 宅域域卸托 等等这些 看一下法云法师的法阿军 意记的讲法 王建兵重战有功者 即见其人天中修善 善基法 这个基呢 是根基 起码是在人天圣里面呢 你开始知道要修善法了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 秤遂圣意了 跟佛的教学本意已经有相应了 所以这就是佛有大欢喜的地方 那谁敢为说 这时候呢 事与的呢 跟前面的讲法不太一样 前面讲事与这些宝贝 是已经有果味 而法云法师这边 他不是说事与果味 是给你教理 让你去修行 然后呢 明白教理 知道如何修行 你自然而然就能够正过 所以他说明二圣礼教 身上为田 然后你的生命就可以有一个安住的地方 叫做宅 田就是福田 宅就是住宅 所以你起码就可以生福田 从福田里面长出你需要的东西 然后你生命就有一个衣归安住的地方 这样的解释也蛮好的 但是跟课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个课本这边呢 主要就是根据法号文句 法号文句是 田是三昧禅定 宅是智慧 所以是禅定跟智慧 戒定会 已经有定有会 有定有会 你就可以正果 可以正果 可以正出国二国 大一点的三国四国 那成呢 他说就是涅槃 其实就是阿罗汉正涅槃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两个注解呢 比较不一样 所以提供给各位做对比的参考 那最后他讲到呢 这个向马车圣 是辟喻二圣的禁字跟无声字 其实这两个名词提过很多次 但我个人呢 是常常记不住 所以我就假设各位呢 也不是常常能够记得住的 再给各位做参考一下 禁字那个禁就是把烦恼断禁 烦恼的染污全部除禁得到的智慧 叫做禁字 由于完全正知四地之力而得的智慧 一级无学位如实之 主要配合四地 那个苦我已知 那个急我已断 那个灭地涅槃我已正 那个道我已修 都是已经的已 我都做到了 所以与漏禁之正得俱生的无漏字 我烦恼都断掉了 我所得的智慧是这个 完全断烦恼的无漏字 这样叫做禁字 你说那这样就OK了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叫无声字 如实之 我已知苦不互当之 不需要 我不可能 不可能退转的 我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没有那个我不知道的 我已断即不互当断 我已经断掉了 不可能再生起来 将来还在断 不可能 所以无声 就是苦即灭道 都不会从头再来了 我已经完全做到了 我已正灭不互当正 我已修道不互当修 所以那个无声 就是苦即灭道这些 我通通圆满了 我不需要再重做一次 重修一次 重知 重知 重断 重振 重修 不需要 都不要 所以强调的是这个 所以禁字跟无声字呢 两者比起来 你说谁比较高 所以大圣义章里面呢 说顿根所得的 叫禁字 利根所得的 除了禁字之外 还有无声字 为什么 顿根呢 得此致时 能尽诸祸 叫做禁字 但是呢 不能保以当劫不生 你说阿罗汉有那个 他会退转的吗 有 在论典里面 就是有会退转的阿罗汉 我们都以为正阿罗汉 就正阿罗汉 就永远不退了 在论里面的讲法 阿罗汉有会退的 所以他才会这样说 虽然你有禁字 不能保以当劫不生 当就是将来 所以顿根的只有禁字 不尽然有无声字 利根的话不但是现在的烦恼断尽 互能保以当劫不生 将来决定不再有 这样才叫做无声字 所以原来就是为了区分 你会不会再生烦恼 会不会退转 才有这个所谓的禁字 无声字 好 那么回到五四三 是经文的夜 不是五四三 好 那么接着呢 五四三月的第五行 虽然给予种种的这种赏识 但是唯有祭宗明珠 就是转轮圣王 头上祭宗的这个明珠 不会随便事与 因为只有一颗 而且就放在转轮圣王的头顶上 你随随便便给了 其他跟着这些国王的这些 为什么你给他而已 为什么你不给我 他凭什么可以得到这个 他又不是太子 就算是太子 他没有大战功 他可以随便得到这样的赏识吗 这是最珍贵的东西了 所以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辟语 法华经就像转轮圣王的这个 祭宗明珠 只有一颗 是最珍贵的 那他的注解呢 你看 有初分段积发 分段就是分段生死 初离分段生死 积就是呢 你的根基发动了 也就是说你真的可以出离分段生死 这个对刚刚的辟语来说 是小功勋 再更进一步 可以出离便宜生死 那你是大功勋 所以刚刚讲的那种七贤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都不过就是出分段生死 小功勋 要能够像菩萨能够出离便宜生死 才叫做大功勋 现在没有大功勋 你就把那个祭宗明珠给他 当然就眷属精怪 就好比众生大击 未发呼说此经 不为恶圣疑惑 菩萨也精怪 所以他用这个来批语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能够受持法华经 你真的了解法华经的真实意 就好比就得到了转人圣王 似于你这种祭宗明珠一样 不要说二圣都觉得很讶异 连菩萨 那种全教菩萨 也会觉得很讶异 凭什么他可以呢 不知道说原来就是 他完全能够真实地接受了 法华经的教义 依着法华经教义在修行 所以他用的这个批语 就是指这个意思 好 所以请看注解 法华经授所这边讲的 这边就是批语 法华经非识不说 非积不言 时间没有到 根期没有成熟 不会随便讲的 所以这个祭呢 就是这个权 权教 祭宗的明珠 就是实教 所以那个 平常那个珠子啊 是被那个转轮圣王的头法 包一个祭 包在里面 看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实教 被全教隐藏在里头 包在里头 又用头上的那个法祭 遇己果 最高的佛果 所以刚刚讲法一样的 初分诞生死是小功勋 初变异生死才是大功勋 你小功勋是得不到这颗珠的 这样子 那执掌书也类似 是用来批语法华经 是最上一圣 不随便给 是说从前久莫失药 就如同饮食 所以者何等 为什么是这样呢 在问说为什么不给的原因在这里 伦王祭诸是用证保卫 随便乱给 诸王的眷属就精怪 以此类推 法华上圣 佛佛受受 望说则众心经矣 那是因为呢 法华经里面 阿南已经得到受祭了 然后呢 有八千菩萨 新发心的八千菩萨 都还起怀疑 更好其他的 所以这边呢 初分断生死 就是要断见识祸 初变异生死 要断无名祸 断见识祸 功夫还算好 没有很高 要断无名祸 初变异生死 功夫才真的算高 这样子 所以是用这个批语 你真的会修法华经 方法的 可以断无名祸 初变异生死 好 那么回到这个课本 你看他的课判 法和 刚刚都是批语 现在从法上面来说 这个了 如来亦乎如是 以禅定智慧力 得法国土 妄于三界 配合那一个 五百四十二叶的第一行 譬如强力转伦圣王 欲以威士降乎诸国 那个强力转伦圣王 他可以 妄于三界 就在三界里面 来统治这个三界 所以法上面来说 是什么 如来的禅定智慧 所以你看 禅定智慧 利益得法国土者 禅定是词忍行程 福德庄严 解脱得也 智慧是空庄行程 智慧庄严 般若得也 你把它拆开来看 不要忘记三鬼 如来依 如来事 如来做 禅定是 词忍行程 词是如来事 忍 是如来依 那个人 那个词 就是佛的大慈 大悲 所以讲禅定 是指这两个 如来事 如来依 成功了 但是如果配合两种庄严来说 他只是福德庄严 智慧是如来做 一切法空做 所以他是两种庄严的 智慧庄严 那福德庄严配合 卸托德 智慧庄严配合 波罗德 智慧庄严配合 波罗德 没问题 为什么 福德庄严配合 卸托德 卸托自在 真正德 卸托自在 你一定有神通 有禅定 而且跟佛陀一样 是大慈大悲 有这种无声忍 能够有声忍 法忍 无声忍 通通都有 所以称之为 卸托德 得福德庄严 他是这样配合的 总之 总之要配合三鬼 配合两种庄严 但是接下来就比较难懂 就是这个 以此恶修 而显一信 和尚转伦圣王 虽是王印 有有强力而得登吉 故言 得法国土 吉时正于 长极光图 所以这个地方 他就不再只是讲 方便有余图 十八丧严图而已 更不要说是 凡胜同居图 他讲的是 长极光图 为什么 因为他配合下面那句 望于三界 统治于三界 那个三界 包括了 十报图 方便图 同居图 三图 就配合前面的 以威士降伏诸国 令断三祸 出二十 顺法信 所以这段完全配合 五百四十二页那边的经文 所以他这里就把它提升到 你有三德 所以可以证得长极光图 那比较难懂就是这个 以恶修显一信 为什么要这样写 恶修哪恶修 摸了德 谢多德 一信是指什么 法生德 所以 这个一信恶修 在庙中抄里面 你记住这两句话 从一信起恶修 以恶修显一信 所以信都用一 修都用恶 你说为什么 因为天台中喜欢用三 加起来就是三 一点再上 两点再下 为什么一点要再上 为什么不一点再下 因为法生理体 当然再上 所以法生德 再上一点 波尔德 谢多德 当然再下 为什么 是从一信 起恶修 然后透过两种修德 去开写 去开写那个信德 所以你要去记住这一句话 就是用那个三角形三个点 而且是这样子的三角形 不是倒三角形 一点再上 两点再下 一点 是一信 两点 是恶修 所以庙中超刚好有这段话 体中用三 别名三法 体 就是一信 的法生德 是 所显信 你看 体是法生 所显信 为什么是所显信 透过修德 所显的 信德 但是一开始 是从体起用 一体有相 体相用 所以他说体中用 中 就是修行的中子 修行的刚领 波尔 这个波尔是能显字 那相对的 你看 所显的是信 能显的是字 然后 用 是泄脱 所起的力 依着 信体 所起的 功用 力量 功用 是什么 泄脱自在 那为什么要讲 从一信 起二修呢 就是要让你了解 这两个波尔 泄脱 虽然是在 修德 但是也是 从体 一信 的体 本来 具足而来的 是本具的 理体 所起的 两种 修德 那 依身是 信 全起 成修 所以 依着 这个 信 德 而起 修德 用个 全字 完全 完全没有 离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全字 是 波尔 也是 全 性体 而起的 泄脱 也是 全 性体 所起的 不是 两个 加起来 各一半 加起来 还是一性 不是 而是 全体 都是 所以 天台中的用字 如果你不了解的时候 你完全 会把他的意识弄混 他们的用字 都是有这样的含义在里头 你常看常看 你才知道说 原来以前都认识错误 不过如果 那你现在知道 以前认识错误 是你已经知道 是对的了 如果一错错到底 那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用这样去讲 非重非横 不可思议 这个是在 庙中抄的第三卷 然后在第二卷里面 也有类似的文字 原子本觉 具染恶性 所以染恶 也是性德里面的 故死弥中一切 染恶 当处即是 原了佛性 你要知道 原来本觉里面 不是像华言 显手讲的 纯净 纯善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交代说 静空老上的思想 是华言的思想 他的真如是 纯净纯善 天台中的思想 叫做性聚思想 聚就是聚足 本来聚足 本来聚足一切法 聚足染恶 聚足敬 善 善 敬 两边都有 不是只有 纯净纯善 染敬善恶 通通本来具足 他为什么要这样强调 天台中文说 为什么要强调 因为我们凡夫 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呈现出来的状况是什么 就是染恶 但是请问 这样子的染恶 这样子的恶 不是依着 真如本性 而现出来的吗 是啊 你说为什么是 我请问你 镜中像 镜子里面出现一个 很脏的像 请问 那个是镜子里面 本来具足的吗 你说当然不是 是我站在镜子前面 这个人 长得很丑 很脏 所以让他出现 这个 很脏 很丑的像 但是请问 如果不是 他本来就可以 呈现出 不管是很干净的像 或者是很丑陋的像 很美貌的像 都可以在镜子里面 呈现出来 你站那个很丑的人 在他前面 他也可以很美 站很美的人 但很美 站很丑的人 也变很美 所以镜子纯粹只会 现出很美的 那个叫做镜子吗 那个叫做磨镜 不可能有这种镜子 所以从镜子里面 本来具足 一切善恶染镜 去说他 镜子里面 本具 一切染镜 像 他有这样的信德 看给他什么缘 他就能够现出什么样的像 你说那这样的话 那华言 显手说错了吗 纯净纯善 错了吗 不 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 就刚刚那个批语 镜子本身 里面真的有善有恶 有染有净 有美有丑 就躲在镜子里面吗 没有 美丑善恶 都不是镜子里面 本来有的东西 是从这个角度去讲 纯净纯善 他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 所以 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丑陋的 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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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的像出现 是因为你摆在他前面 是这个 所以 真如随缘 本觉随缘 而现出妄像 在华言显手的观念里面 现出来都是妄像 是染相 是妄像 如果真如里面 本身是纯净纯善 这个是显手的 性起思想 天台是本具的 性具思想 两个不一样 所以他这边才会写 使迷中一切染恶 当处即是原了 佛性 就是从我们凡复的角度来说 你当你了解到 我们的这些染恶 当下 当体 就是佛性 你怎么知道 他当体就是佛性 因为你有般若得 了 了因佛性 然后你会知道 一切都是缘起 所以你用善禁 善缘 禁缘 下去修行 就会出现善禁的果报 缘因佛性 所以只要你了 只要你 把他的缘弄对 那些染恶 就可以变成是 尽善 所以才说 恶修显一性 那恶修 波罗德 谢托德 也可以配合这边讲的 了因佛性 原因佛性 那如果用三观去讲 也是讲恶修 跟一性 这时候空甲恶修 空观甲观是恶修 中观是一性 然后第三句 修德跟信德 明妙 明妙就是互相 很微妙的能够 match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三观圆融 所以这是天台中的这一种理论跟方法 是在这里 所以顺便跟各位交代一下 课本的这句话 恶修显一性 其实是 从一性显恶修 就是这两句 从一性起恶修 以恶修显一性 这是天台中的理论跟基础 跟方法 544页 而诸魔王不肯顺服 他说 这魔王是同居三界 有见爱魔王 如果是魔王 是方便三界 那就是承杀魔王 十报三界 这个同居方便 十报是什么 凡胜同居土 方便有余土 十报庄严土 凡胜同居土 六道凡夫 所以有见尸祸 所以就有见爱魔王 方便有余土 还有这什么 承杀祸 所以有承杀魔王 十报庄严土 菩萨还有无名祸 所以还有无名魔王 说都不顺法性 这叫做不肯顺服 那再来 如来贤胜 如来贤胜诸将 与之共战 刚刚说了 他用的就是跟前面的 七贤跟这个四果 圣人 这贤胜诸将 那与之共战就是 对着是三界内的 见识烦恼 共战 然后其有功者 心意欢喜 就是终于战胜了 见识祸了 所以于事重中 为说诸金 没有说法金 是有说其他的法门 令其心悦 是以禅定卸托 无肉更利 无肉更利是什么 五根五利 弃不提分 八胜道分 这些诸法之财 然后又事与涅槃之臣 就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这些果味 然后说东一到四国 得涅槃 得灭度 让你内心觉得很欢喜 愿意修行 这样叫做有功 就是降伏 见识烦恼 有功 但是只讲诸金 没有说其他的金 因为程度还不够 而不畏缩是法花金 为什么 他说 浙障衰除 大鸡未发 你还没有真的发大菩提心 还不够资格 畏缩法花金 所以到这里就没有给诸 接下来才有给诸 温书势力如转温王 见诸宾重 有大功者 刚刚讲的大功勋 心生欢喜 以此男性之诸 久在记中不忘于人 而今欲之 所以用的就是诸辣 诸解里面 就把形容词套上来 原民如意诸王 譬如中道实质 体聚三德 元是法身德 名是波罗德 如意与宝是谢托德 所以原民如意 就是指三德 法身德 波罗德 谢托德 的中道实质 然后集国所终 叫做在王的顶上 头顶上 也就是说 只有这个是在如来的 头顶上 如来的境界 臣下从来所未曾见 所未闻见 所以叫做男性之诸 为什么 实为全所隐 久在记中 一直包起来 不会随便给人家看 现在解下来了 送人了 所以开权显食了 所以这个 这就是他说的 批语在这里 那注解里面 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只是把那个注解 文句 给引用出来给大家看 明 讲的是智慧 中道智慧 元是常注 在顶是集国所终 祭中是维权所隐 解记就是开权 语术就显食 所以课本写的 元是法身德 常注 他这边是说常注 常注就有法身 明是智慧 所以波罗德 如意诸谢多德 处处如意 解脱自在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么接着下来 如来亦乎如是 于三界中 这段经文我们刚念过 不要再念一遍 所以呢 这里面就讲三种魔 没有天魔 所以一开始注解里面 倒数第五行这边 他引用大吉亲 知苦坏五一魔 断吉离烦恼魔 正面离死魔 修道坏天子魔 实际上有的 如果大吉亲里面是有的 所以他说 这个是小圣破戒内的四魔 所以当然就有天子魔 可是呢 小圣修出四道 但以天魔不能为葬 这样叫做坏天子魔 其实未能降伏天魔 也就是说 天魔防害不了他 天魔要防害 小圣的阿罗汉防害不了 但是阿罗汉要去降伏他 也降伏不了 唯有如来 应生八相成道 视线降伏天魔 才能够降伏天魔 所以 因此 这个地方 他的经文 他说 以法教化一切众生 见贤圣君 于五一魔 烦恼魔 死魔共赦 是写到死魔 没有写天魔 他的注解 就是要说明这件事情 只到这里而已 没有写到天魔 得要有下面 接着 有大功勋 灭三毒 出三界 破魔网 耳食如来 大欢喜 才能够给你 法华经 所以 注解里面 你看 他说 你现在与五一魔 烦恼魔 死魔共赦 灭三毒 出三界 是分段功成 接着 有大功勋 破魔网 才是大胜激发 所以才大欢喜 而说此 男性之妙法 莲华经 是这样子的意思在 那么 这个 注解里面 对于这个 一切世间 多怨男性 这句经文 就是前面的 449页 法师品第10 类似的经文 你看 要往此今 是诸佛密钥之障 不可分布 忘收于人 诸佛是真知所守护 从其以来未曾显缩 而此今者 如来现战 犹多怨记 他不随便讲 就算释迦牟尼佛 还在世的时候 他都不随便 讲法华经 更何况 佛灭度以后 所以 配合这边的 一切世间 多怨男性 那法华经授所 他直接告诉你 凡文此今 普皆成佛 就是前面经文 佛说的 所以 可以让 让你 治一切治 经文写的 能令众生 治一切治 那多怨男性 就是不容易说 多怨 他说多怨男性 举例来说 前面讲的 五千退息 那男性的话 就根气不够 所以就是 如来会说 现在讲 都还多怨记 在这里 那为什么 根气还没有成熟 那现在成熟了 所以可以说 那演艺里面呢 也说 为什么此今 男性难解 就是配合 五百四十六页 这边的经文 此今是诸佛 密药之障 久莫失药 不互述 所罪为冤为 所以是密药之障 诸佑所作 常为一世 乃是中药 称为药 三千信相 百皆千如 吾不寒色 故称为障 十方三色 跟我十加密药之障 唯一利益世界 差不多 都是有这样的意思 就是 智慧够 你才可能 接受 智慧不够 不但对你没有帮助 还让你造成 毁谤 让你们 剁苦道 太可惜了 所以宁可不说 不要让众生 在这边造恶业 这就是不可以 随便说 时间到了 才会说 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剩一段 下礼拜继续说 好 请各位合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记身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通生极乐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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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